在美國的多地最近是發起了示威 要求儘快解除居家令重啟經濟 有示威者就表示了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很片面 而將他們形容成不理性的特朗普支持者 但是他們只是希望生存下去 密歇根 亞利桑那等多州的民眾近日發起示威 要求解除封鎖 重啟經濟 不少人提到他們是迫於生計參加示威 而媒體將他們簡單歸為右翼白人群體 特朗普支持者過於片面 俄羅斯RT電視台就此採訪了墨西哥裔專欄作家納瓦雷特 他目前為《華盛頓郵報》等媒體公告 納瓦雷特表示 很多抗議活動 針對民主黨州長的限制措施 示威者的政見也與特朗普支持者有很大重合 英國《華盛頓》指出 媒體的立場會決定從哪個角度報導示威民眾 偏保守的媒體會更強調示威者的草根性 而忽略示威活動的資金來源和組織性 自由派媒體則相反 例如報導美國現任教育部長德沃斯的家庭 長期以來資助右翼政治活動 鳳凰威視 綜合報導 更多精彩內容 竟在鳳凰秀APP TV